恐怖小胖为宁慧中拳打脸 波球亲侄子惨遭KO 无奈的波球愤然离场 中国有这样一位拳王 他的爆干重拳享誉世界 作为一名弟弟道道的河南人 他并没有选择练习武术散打 反倒是从小去泰国苦练泰拳 泰拳系打法杀伤力巨大 这也是他能称霸擂台的关键原因 在昆仑爵泰国战的比赛中 为宁慧对战首次登上昆仑爵擂台的 波球亲侄子苏信 波球对这个侄子抱有很高的期望 却被魏宁慧第二回合一拳打倒KO 比赛第一回合刚开始 魏宁慧很快就找到了场上的节奏 在苏信抬腿的瞬间 直接一击低扫将其放倒 苏信这个时候已经不敢贸然进攻了 魏宁慧还是想要利用低扫找机会 苏信在回合前半段 已经找不到机会反击了 一看看他这个拳多重 而且是个肌腹动作 因为他的身体条件要比苏信要矮一些 苏信身高1米70 魏宁慧是1米68 大家看起来更粗壮一点 对 它力量大 魏宁慧其实也有很多泰拳很好的一些成绩 所以他是完全可以跟泰拳选手对抗的 两人的比赛才打了一分钟 苏信被魏宁慧打的已经有些喘不上气了 接腿后连续的重拳击打面部 苏信在力量方面也不及魏宁慧 虽说做不到全方位碾压 但这也让苏信吃了不少苦头 而且他用两次泰拳的低骚腿 居然扫倒了苏信 这个拳法也非常好 可以打头也可以击服 能够击服的拳手 其实拳法都是相当好的 对 一般人都先练打头 所以说这个红红拳手 毕竟会打得很有国际范儿 苏信这个时候才只有18岁 如果这场比赛能赢 相信他输出拨球 肯定会力捧他 谁知道他碰上了魏宁慧这个硬茬子 苏信比赛中喜欢使用扫踢 而魏宁慧却次次都接腿 给他放倒 第一回合已经劣势这么大了 下个回合还怎么打 这是一个泰式飞机 泰国的格斗在全世界都享有剩余 就各种流派都以打败泰拳为种 这刚出拳了连续出拳吧 因为这泰拳贵子 哎呀 我觉得魏宁慧好像太松了点 魏宁慧又一次劫腿 苏信却做不出任何的进攻动作 就这样苏信挺过了第一回合 总的来说第一回合 魏宁慧将气势打出来了 这就是他恐怖的地方 场上能把你压制的根本无法反击 放松是可以的 但是他太松切是有问题的 风向转的这种原因 就是现在苏信加强了 他的后手凹腿的进攻力量 第二回合 苏信打得有些像是在梦游 估计连拨球也没有想到 会结束的这么快 在裁判开始比赛的手势刚刚落下 魏宁慧出其不意的前手拳 打在了苏信的脸上 苏信直接被击倒堵秒 裁判处于对拳手的保护 也就终止了比赛 这就有可能开欧了 张台湾刚才给他进图表 这个开局非常好 这个开局非常好 比赛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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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的话 这个台湾球队的比赛 对对对 就是对运动员的保护 为了保护他 为了保护他 因为他不玩八球 看着他的话 魏宁慧就开我一手 魏宁慧出色 前手摆拳 魏宁慧出色的前手摆拳 前手摆拳 他刚要进攻 你看他刚要进攻 他一个前手摆拳 这个打拳拳 太拳了 太拳了 打拳拳 注意看波球这时的面部表情 他对这个结果非常意外 在自己家门口丢人 波球还挺难受的 这场比赛 为宁慧展现出了 自己泰拳的实力 出其不意的重拳 与威力极大的扫提 这就是为宁慧 在擂台上制胜的法宝 大家非常非常好 这是今天的第一次KO 对 第一次KO 对 赢得非常轻松 魏宁慧成功在擂台上 教育波球亲侄子 这场比赛打完 波球这位侄子 貌似再也没有上过擂台 好了本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刘成 喜欢的观众点赞加关注 咱在这里谢过各位了 想来来为这个魏宁慧 来吧给大家吧 困长比赛经裁判惨定 洪峰KO获胜 and now the winner is the red corner won by TKO 恭喜你就会 比赛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